老王 你也是老工程人 线上材料不检查就开工 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吗 我们和整天在泥堆里摸爬滚打 挣的是新付钱 你一个披着坑蒙拐骗 当上总裁的人 凭什么教训我呢 你们没有规范工程质量 还有理了是吧 什么规范不规范的 老子不干了 就是我们不干了 别以为你们抱团取暖 我就怕你们 战战 马上抱有个联系律师 是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项目不合格造成损失 向他们赔偿三十亿 什么 三十亿 林总 这事是王苏挑起的 跟我们可没关系啊 对啊 这 别臭汗啊 您高抬鬼头好说好说 这事是慕容站让我们干的 林总 这事肯定有误会 误会误会 温温就知道了 进 战伯伯 您知道工历的事情 知道 不就是塌方的事件吗 也没造成多大的损失 不只是塌方的问题 我发现他们的材料 根本就不合格 还让人要罢工 不应该啊 这老王都是老员工了 林红啊 我知道你对工历项目很看重 但是也不能逼得太紧啊 我 我知道燕照时间 让你和媳妇都会生气 这样 你回家休息几天 燕照我是被污蔑的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走 通了下去 明天召开董事会 罢免林红总裁身份 罢免林红总裁身份 是你啊 是不是 帮不了姐姐的好 房间我都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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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霸道 我太喜欢了 我太喜欢了 走啊 这么着急啊 都没有前戏吗 没有前戏 只有演戏 什么意思啊 那天是谁让你给我下的药 又是谁让你给我拍的照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苗春艳 你勾引敲诈可是得罪了不少人啊 西街的狗哥天天找你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把你交给他呀 大哥 我求你了 千万不要把我交给狗哥 求你了 是谁让你污蔑我的 是沈公子 审视集团的沈浩 那又是什么时间下的药 是跟你一起来的那个瘸子让我下的 瘸子 为我们战 陈长 林总 你去哪儿了 慕容董事长还等你开董事会呢 我一会儿过去 各位 有什么事吗 今天让你来 是要宣布一件认识的学义 什么学义 经董事会统议 免出一组 那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由于你的个性太强 搞得工人认识 霸糖抗 还有前几天宴告示别 让我们慕容的地方 颜面丢尽 之前刘天锐提醒过我 但是我真没想到你慕容战 是这样的人 既然一报仇 刘天锐的大事 我慕容金牌 这不是够人吗 爸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来实际上告诉你 A3项目从明天开始 由我全球赏得 那林红呢 毕竟是他一手 他已经被你辞职了 A3项目由慕容集团和沈家 共同开发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慕容集团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就是沈家搞的鬼 雪儿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一点 你得搞清楚 沈家 A3 难道 是你们用验照逼走了林红 我要去找林红 雪儿 这几天哪里有空 好好在家准备准备 马上嫁到沈家 什么 爸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绝对不要再给沈浩 刘总 刘总 你怎么来的 雷先生 听说你被沈浩集团抛弃了 这今后有什么打算法 什么打算 嗯 雪儿已经不相信我了 雷先生 我们天瑞集团的大门 始终未必打开 有事随时联系我 好 谢谢刘总 好好好 期待合作 期待合作 林红 快去帮忙雪儿总裁吧 他怎么了 不对 现在慕容家的事情 又无关了 雪儿总裁被软禁了 还要被逼人再给沈浩 什么 把你赶出慕容家的是慕容站 和雪儿总裁没有任何关系啊 快走 慕容兄 曾经以后我们就是亲家 之前的不愉快 咱们就不提了 哎 沈总 之前咱们是谈生意 但以后不就是亲家 哈哈哈哈 慕容兄说得对 哎 慕容伯伯伯 这是咱们两家关于A3的合作意向书 利润按您的要求 五五分成 这么快就弄出了 不愧是我家的女婿呀 啊 雪儿 怎么还不出来 哎呀 你瞧瞧你 今天订婚大喜的日子 你怎么不捣吃捣吃 真不懂规矩 别费心了 我是不会嫁给沈浩的 像沈浩这么优秀的男人 你不嫁给他 还想嫁给谁呀 我要嫁 就嫁林虹 混账 你马上就成沈家老人媳妇了 不请你再提这个男人 爸 你变了 变得跟沈家这般背心气异的人一样 你说什么 沈总 沈浩 我来嫁训她 赶紧的程总道歉 快 还有 把我学校好那个领服 给我换 说了不嫁 我就叫林虹 谁都不嫁 还在欺那个林虹 她得罪了我们沈家跟慕隆家 就算给她一百个胆子 她也不敢出现在惊慌 背后骂人 算什么好汉啊 我倒是想当面骂她 她也得敢来呀 沈浩 我 我看你这样嘴 是不是不想要 林虹 林虹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别管我怎么进来的 我今天来就是要带走许 你敢 没有什么事我不敢 雪儿 你会在 听吧 真以为我沈浩是酒囊饭袋 我早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处 来呀 私闯民宅 先打断她两脚腿 然后送去警察局 我不准你这么伤害她 不想让她变成废人 就乖乖的做我沈家的媳妇 这儿了 还跟我装 上 不好找火了 快 快跑 快跑 雪儿 救我啊 林虹 你先走 我一会儿出去找你 你走啊 怕我吗 有你在 我就不怕 哎呀 别做那苦命的鸳鸯了 赶紧走 赶紧 你要死 别带我 鸳鸯那是假的 根本就没有招呼 自己做的计谋 你愿意跟我走 我愿意 我不信你坏我的大事 什么大事 我们某家 要和沈家联盟 重合上层世家荣耀 要不是A3竞标 你们慕容家早就树倒湖村散了 我知道你愿意 可这只是生意 利益未重 你懂吗 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 慕容家就是这样被你给搞考的 雪儿 站住 爸 我对你太失望了 慕容学啊 你要明白 如果没有慕容家的光环 你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花瓶而已 从今天起 我跟慕容家一刀两断 改名林雪 这 这可是慕容家的 租传哪 我这里啊 条件比较艰苦 真是委屈你了 没有啊 这也挺好的 是不是在担心 离开了慕容集团以后 没法生活呀 你放心吧 你老公这么有猜 肯定很吸引 说什么呢 怎么就老公啊 上次再见会的时候 是谁说废话不加的 那是话赶话 说到那了 还是想想怎么赚钱吧 那慕容总裁 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 要不 我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吧 你这钱的渠道还在不来 你造老公啊 哎呀 你放心吧 我能找到工作 绝对不会让你生活只能下降了 喂 刘总 我是林红 林红啊 你终于想通了 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天润集团工作 有什么条件尽管低 第一 我要一个知行总裁的职位 董事会不要过多干涉我的工作 没问题 总是为我说了算 第二 我所有参与的项目 要拿5%的纯利润 我 5%没想多 可以 我还有什么条件 第三 能不能给我女朋友在公司安排个职位啊 你女朋友 你稍微说过有女朋友了 就是慕容雪 现在叫林雪了 这里有你呢 既然 把这慕容雪 我骗到我手啊 哪有 我们真是两清相悦 行行行 晚上 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好 我顺便给您带一份惊喜 一份可以让沈氏集团抱头痛哭的惊喜